下一位劉慧卿副主席 主席 其實今天這個整個會 真是再次引用葉國謙議員說 真的很遺憾 這麼大棟官員 妥足兩小時 其實他們真是麻煩回去 現在說我們沒有薪金 給他們整棟人坐兩小時 都不知道多少薪金 浪費了時間 還有你老人家的處理方式 就算是林大輝 也受不了你 我覺得 有時候你虛心點聽 你不聽我們民主派議員 你也聽聽你們自己的同事 當然不要聽陳鑑林 你也聽聽秘書處 甚至我相信你要聽聽政府 我相信政府也罷了 這樣搞法 這件事已經搞到一鍋泡 你現在還要這樣搞 我很希望 不只是財委會 其實任何一個立法會委員會的主席 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議會的威信 是靠主席和議員一起去參與會議 主持得公公正正 令大家尤其是有些很棘手的問題 是很有 是很能幹 是很公正 嚴明地去做 我覺得你完全達不到這個標準 還有當有人質疑 其實剛才幾位同事都說 這些事老實說 是一個觀眾的感覺 而主席 你不需要我們提醒 是很多市民 其實覺得那些大財團 那些地產商 真的是政府的政策 是向他們傾斜 這麽多十年 幾百萬人就是為他們做工 頂到他們又肥到什麼都休不起 所以如果政府現在拿這份工作來 要搞這麽大的發展 令到這麽多萬人受到影響 當然很多人是很敏感很緊張 如果你說是和財團 無論是地產商或者銀行或者其他有關 那大家當然很關注 作為一個主席 我也做過 是有影響力的主席 政府可以和你說些話 你說哪些 比你說多些比你說少些 尤其是你這麽 即是未必說你橫蠻 你這麽兇的 剛才議員都說你 你是絕對有影響力的主席 所以如果你又有影響力 你坐在這個位置 你是要令到別人很信服 覺得你是可以 就算你不是我們這一派 我們其實都很公道 我們不是說民主派 個個一定行 一定好 你是自己用你的行為 你的言行去表示出來 現在就搞到這樣 所以我是同意 我希望你自己也不用人投票了 你跟十三條自己說不好做吧 拜拜